一个发力的原理 大家可能都今天在讲 发力是怎样子呢 我发一下给大家看 力有两种 我们说力 说内静 内静我们发力 这个静力何谓静 各种力的一个结合 叫静 这个静是从全身协调来的 那么现在来刚才说 启动我们看什么启动 是靠腰夸的这个位置 用硬的把它一沉 全身一收力就除了 那么这个力呢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大家见到的一种叫 叫村静 村静那个三张力的 那么一个呢叫暗静 暗静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少 我会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个村静呢 看 可以 看 身体放松它 手不是这样子吗 没力的 没力 那么怎么发力呢 我们可以说了 在腰夸这里给力 我放松它 这样放松它 腰夸在这里 身体完全不用力了 怎么说呢 看 这样子 这个地方把它一拳 对吧 把手一拳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 这个手放松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连续的 就可以离力出了 那么身体也是放松的 就不需要用力的 就这样子 就练续这样子 那么呢 这个是我们说的 外在的一种传透了 那么一个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暗静 暗静呢 我们通常拿什么用呢 什么用呢 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对方进攻我的时候 我要化解啊 化解的时候 那么我说手没有力 台湾像针打的时候 手没有力 大家都没有心情 虽然我们其实 说神可以写 我们是通过一种 内在的意念 有净力 要我们的全神 不管了这种净力 所以我们手可以很轻油的 很放松的出 但是呢 在神体里面 勾转大家都 都见不到 所以呢 我就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法呢 放这里来 放这里 放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呢 怎么去感受呢 我的手呢 就放到这里来 放这里来 那么就不离开 就大家 按一下咯 那么我的手就放这里来 那么我就用暗静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的神体放松 传住 那么你可以站稳啊 我的手放这个地方来 不离开 那么我的力 我的气 就要往它一层 那么如果大家也可以 感受一下 随路 随路 你看他表情觉得 还轻松吗 你能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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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去枕 不过来 你能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不过来 又能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不过来 对 对 你能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很难 那么呢 我的手呢 只会放在上面 我会跟你说 用不用先试一下 手放这里来 那么呢 那我就不会撞击了 你看 我做一个慢动作 我的身体会想发力的时候 身体会沉坚 俱咒 意念在这个地方来 我身体沉坚 去除 我做一遍 有点是这样子 身体放松 就这样子 下去了 力是这样子发的 那么其实这个力 那么这个力有什么用呢 大家觉得表演吗 其实不是 我们在过手的时候 经常都会有很近距离的 一个接触 全来了 可能会越来越紧 双方如果都是往前的意识的话 那个会压顺的空间 当我们的手很近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种距离 或者一种手段 我们通过这种内定 把那个人顺着把它放起来 一脱离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取环 追拳 可以用脚 那么所以呢 那个动作是这样子用的 当然 它是这个其中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 在做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 可以很放松 放松 放松的这个地方 我讲到后面的其他手 我招下 是的 我招下